今天我要用茄子和杏鮑菇来做到家常菜料理 上次我用豆包做过高丽菜凤梨猪肉卷 这次我要来用茄子做成肉卷 茄子煮过后会有一种绵密感 还有一种天然的胶质感 滑滑溜溜的 这次不会加凤梨 但是也是会加一样水果进来 增加甜味还有清新感 一定要看到最后我用了什么水果入菜哦 做菜前来和大家分享 频道现在有了 超级感谢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第二次支持巴拉玛 让巴拉玛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 新时谱跟大家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Kissing 巴拉玛看影片之前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哦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茄子和杏鮑菇 做得到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两条茄子 把茄子的蒂头切掉 用刨刀把茄子削成片状 把茄子放入碗中 放一茶匙盐 倒入水 让茄子泡在盐水里面 防止氧化变黑 轻轻的免得折断了 准备半条红萝卜 把红萝卜削皮 用刨刀削成细丝 把红萝卜丝切短一点 大概0.5公分的长度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准备半条的杏鲑菇 杏鲑菇有点粗 用半条就好 把杏鲑菇切片 把杏鲑菇切成细丝 把杏鲑菇切短一点 把杏鲑菇放入盘中 准备半颗苹果先来削皮 把杏鲑菇切一半 把杏鲑菇切一半 把杏鲑菇的吸引去掉 把杏鲑菇切片 杏鲑菇切成细条状 把杏鲑菇放入碗中 放入半茶匙盐 放入水 防止苹果氧化变黑 料都备好了 来跟大家分享 我用了好几个月 整体下来觉得很满意 很顺手的刀具组 就是这个瑞士百年精品品牌 Montcraft 它有百年工艺的历史 1911年创立的 这组有四把刀子 分别是菜刀 厨师刀 山德刀 万用刀 剪刀 刨刀 还有一个刀架 这个刀架是我用过最透气的一个 用到现在都还没有发霉哦 你们看这里是有缝隙的 两边都有缝隙 都是很好透气的 一下子就风干了 底部也有防滑 我曾经用过一种制刀架 它是很多把刀可以插进去的那种 然后都是密附通风的 用久了之后 制刀架下面底部 就会累积很多的污垢 又很难清洗 这些刀子 剪刀刨刀的材质 都是420不锈钢的 刀子都是一体成型 不用手把和刀子 因为用久了之后 而分成两半 非常的耐磨又抗腐蚀 切起来我是觉得很锋利 很好切也很好握 那刨刀的部分呢 这一面是可以刨丝的 那另一面是可以削皮 两种功能在一起 这里还可以挖马铃薯的牙眼 外观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抓握的地方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宽度 很好抓 剪刀的部分还可以当成开瓶器 虽然抓握的地方 没有到很特别的厚实 但是外形这样轻巧的流线型 很美丽很好剪 大家可能会觉得瑞士百年的老品牌 这种精品应该都是很贵的 其实这一组才台币1428元 包含四把刀 一个刨刀 一个剪刀 一个刀架 总共七样东西平均下来呢 一个才204元 比菜市场卖的刀子都还要便宜 而且刨刀还可以刨丝啊刨皮啊 削片的两种三种功能都有 剪刀又可以当成开瓶器剪东西 功能很多 是不是很便宜呢 真心觉得太值得入手了 品质好 外形时尚 价格又很优惠 大家可以点开影片下说明文中的连结 或者是字顶留言中的连结下单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先把杏鲍菇放进来 给杏鲍菇变香 炒到杏鲍菇有变软 给它铺平均 让它稍微煎香 现在变成金黄色了 可以推一推 炒至焦香了 现在放入红萝卜 快速翻炒 红萝卜现在有吸附到油了 现在来调味 盐1茶匙 白胡椒粉1茶匙 花椒粉1茶匙 酱油半茶匙 快速翻炒 炒到调味料都融合 现在放入苹果 快速翻炒 因为有放苹果进来 所以我就没有放二砂糖了 苹果会有一些胶质 所以慢慢的炒 把它的胶质部分炒出来 炒到现在 所有味道都融合 也比较有粘性了 胶质有少许的跑出来 现在可以关火起锅 你们看 就oday 很光 变 lettuce 素 切一辣 切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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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茶匙的量 不要太厚 可以卷了 都做好了拿去蒸 外锅放100cc的水 把茄子放进来蒸 100cc大约是半杯再多一点点 盖上盖子按下电源 最近我用的这个砧板 也是可以在连结里面看得到 是Mamakurk意大利品牌 创立于2005年的品牌 它的材质是选用天然高密度的木纤维 以高压的工艺制成 坚固耐用 它通过专业检测 看四大菌防五大霉 很多木砧板很容易发霉 可是这种材质的99%都不会发霉 刀痕是难免都会有的 因为我们切东西 但是它防霉防菌又很快干 然后通过FSC的绿色标章认证 严选天然原木制作 确保来源地 制作与成品都是取自环保森林 永续零污染的产品 积水凹槽这里呢 可以防止蔬菜水果的汤汁流出去 弄脏台面 它就会集合在这个沟槽里面 我习惯一面用来切生食的食物 那另一面这里呢 我就用来切熟食的食物 像是抓饼啊炸好的树鱼等等的 然后这个刀具和砧板呢 是我目前用了几个月下来很满意的厨房用品 推荐给大家 记得在影片下的连结点开看看哦 现在来调酱汁 两汤匙的酱油 一汤匙树蚝油 芝麻油一汤匙 一茶匙二砂糖 四分之一茶匙白胡椒粉 盐半茶匙 放入60细细水 太白粉一茶匙 把所有调味料拌匀 让太白粉化开 这样子搅拌均匀了 现在来去煮 好调好的酱汁放进锅里面煮 开中小火 妈妈把酱汁煮滚 现在感觉有点太稠了 可以夹点水 煮成自己喜欢的稠度 酱汁有煮滚了 可以了 关火起锅 茄子蒸熟了 蒸出来它会有很多水分 给它倒掉 让它比较干点 来试吃茄子肉卷 橡汁卷好像一朵玫瑰花喔 而且蒸起来的茄子不会到特别黑 还是可以隐约看到 浅紫色浅紫色的茄子 很漂亮喔 在卷的过程中啊 虽然它没有办法黏合它的开口处 但是蒸完之后 它就变软了 它直接就可以这样子贴合成一朵花 好有水分喔 满满嘴巴都是 蔬菜的水分 很好吃 它蒸出来的时候 还蛮多水的 那因为我有煮酱汁 我就把它蒸出来的水先倒掉 放在一个碗 等一下我们炒青菜的时候 可以用那一碗蒸出来的水 放它去炒青菜 那炒青菜的部分就会很甜 要不然另外煮酱汁淋上去的话 就比较不会被它蒸出来的水稀释掉 变淡掉 一口一个这样子 很美味 团购的资讯 砧板还有道具组 记得点看影片下说明栏看看 有优惠的价格 真的很值得入手 那最近我用下来的新豆 我是觉得它很锋利 就是不用一直去磨刀 因为它是420的补锈钢 比较不用一直去磨刀 好啦今天的影片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 最终Facebook还有IG 我们下来到料理见 拜拜 再一个 很美耶 我觉得这样子的 宴客菜会很美 或是便当一颗一颗放在里面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Yeah we only give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